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缓件的过程 所以一直在这个箱子脚这放着呢 早就给忘了 刚翻出来 然后还想还没拍视频呢 今天呢咱们就展示一下 说好了是展示啊 官方别打说又让我传播上去 只是展示和分享 那个传播传统文化 为什么说这个 这种老谱我还是要收呢 因为有很多这个入门级别的朋友 还是需要花特别少的钱 然后进行这个 买真货买老货 然后感受这种古朴 老货的这个韵味 所以咱们看看啊 其实这个收的很多了 这个不用说 这是民国的一个 竹林 诗文的一个盘子 但是有磕有冲 大开门的民国 这是黄元 风号 可能是个摘号 就是 公司名吧 这个是粉彩 看 透过光可以看到这种蛤蜊光 这是粉铅 铅经过很长时间氧化 然后形成的这个蛤蜊光 这个是粉彩 你看有这个 粉色的 还有这个绿色的 这种彩是繁红彩 这些都是右上彩啊 咱们就通过这个小玩意儿 然后学习一下 基本的知识 刚睡醒 嘴还瓢 然后这几个 是蝉织莲 蝉织莲 可能说这个 这莲花 跟咱们这种不一样啊 这是一种抽象的 这个西番莲 也是一种莲花 这个就是 夹到或者再晚点 清中晚期 可以看看 它的这个使用痕迹啊 细小的牛毛纹 这都是大开门的一个特征 这两个 应该是15厘米吧 14-15厘米 来 15-15左右 基本上就是这个 尺寸 这个就是更蓝一些 偏清晚期 阳蓝一些 所以它呢 绵分比较浅一些 虽然画的是漂亮 可能是 它肯定是清晚期的了 这不用置疑 分量还挺沉 这分量轻 不是说越沉越好啊 越沉可能越偏晚一些 典型的夹道 这都可以配成一对 然后这个呢 就更早一些了 雍正 一看基本上算是雍正的灵芝牌 画的是抽象的灵芝 古人认为这个灵芝是神丹妙药 能治百病 所以也是一个健康长寿的寓意 后边这个款式 基本上就是 轻工期吧 这可能稍晚一点 这个有颗 多少都有点小毛病啊 嗯 这种如果没有毛病 市场价一二百块钱 一百大几二百 有点冲的 反正低于个 也百八十吧 现在在市场上有的张嘴 这一个小牌 敢让你六百 四百六百的 都是很正常 但是我这个就是几十收的 然后几 咱在这就展示啊 到时候我也会发朋友圈 这个呢 两个就是樊红彩 这典型的民国三多牌 这算是一对吧 这还挺脏 圆脏圆旧 这应该是一个地儿出的 后边的款一样 一个地儿出的 大家可以看看啊 然后为什么叫三多呢 这儿画的是石榴 佛手 还有寿陶 这就画的比较抽象啊 所以就是多福多子多寿的意思 这个咱们说了很多遍 也有新粉丝 然后大家一起交流嘛 就是展示了一下这十个盘子 今天呢 也就是这些内容 通过这些盘子呢 也了解一些这个 基础的瓷器的 老瓷器的一些特征 感谢您关注 救护大伟 如果有什么不同意见 也欢迎就是 在评论区点赞 然后评论 多多讨论 因为大伟这边也是 喜欢时间不长 也不是说专家 所以呢 有什么说什么 我就是知道的 然后就跟大家聊 交流 沟通 好 感谢您关注救护大伟 咱们下个视频见 拜拜 拜拜